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巨翼通过写卖探翁艰难的伐心烧探 然后不惜天寒地冻的韵探 最后却被皇宫的太监抢极一空的故事 寥寥数语将公事掠夺的本质展现的淋漓尽致 《公文日报》针对最近的乱象 话用白巨翼的体重 直指网络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营销号 《公文日报》说天下苦营销号久矣 曾经的百姓报受到公事掠夺之苦 现在的网民饱受到营销号造谣之苦 两者看似是千差地别 但是其实内核却是一致的 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谋取一己之力 罔顾大家的利益 在无形当中掠夺了人们的物质或精神财产 将他人视为自己的牟利工具 《公文日报》先是写了钟南山院士 屡次被造谣事件 透过线上看本质 什么火做什么 哪有流量就往哪钻 一样的配方熟悉的套路 这些账号有个让不少人痛恨的名字 就是营销号 营销号摸索出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从蹭热点带节奏到洗稿抄袭 再到拼接造谣 他们看上去是无所不能 甚至可以只手遮天 在一些人的维护之下 以及平台的不作为之下 他们随意操控网友的情绪 已获得最大的利益 《公文日报》特意at了肖战 点评了全网关注的227事件 《公文日报》提到 个别不理智的粉丝对同人平台发起的骂战 竟能够演化为全网混战 期间有多少的营销号在添油加醋 他们故意蹭明星热度 先是变着花样的去编造所谓明星的黑料 为同人圈制造炮弹 而后化身无脑迷媚 故意反向洗白明星 他们本身没有立场 却依靠着显瘦的角色扮演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诚然粉丝有过不理智行为 但一地鸡毛背后谁是最大的赢家 营销号泛滥背后 是平台没有能力管还是不愿意管 周南山院士也好 肖战也好 之所以屡次拿出来被他们利用 共同点便是这些人身上有着大量的流量 只要写他们便意味着关注度 便意味着金钱 在他们的眼中 没有所谓的明星 甚至对中老这样的医者 都是没有尽种之心的 这样的人 你还指望他们造福网友吗 他们发声真的是替所谓的网友发声吗 非也 一切都是向前看罢了 这样一群连学者科学家都能够拿出来利用的人 如何能够真正负担得起天下的重任呢 二期事件起因是传闻AO3被肖战粉丝举报 我们扪心自问 在此之前有多少人听过AO3呢 我不是要诋毁AO3小众 本着为之全貌不与之评的原则 我不评价我曾经从未听过的这个网站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 为何一夜之间 这个曾经很少出现在大众眼中的AO3 突然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实量 追本溯源 我们再思考 这个网站真的是因为被举报而关闭的吗 举报者真的是肖战粉丝吗 举报者举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网站被关闭这一命令是谁下的 双方对方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决定 这么长时间 难道倾尽全网之力 竟然查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吗 不是查不出 而是无人查 这一路有无数的营销号牵引 事情早已经偏离了方向 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肖战 发现大部分互动的网友都是捞战粉 他们从前并未关注娱乐圈 甚至不知道肖战是谁 因为227事件了解了肖战 也看到了娱乐圈的乌烟瘴气 与其说他们是在支持肖战 不如说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三观 让自己对世界不那么失望 他们挽救的不是肖战这一个人 而是最近摇摇欲坠的三观 是孩子们安全的网络环境 娱乐圈真情实感难逆 虚伪诡异 是常态 落井下石者重 雪中送炭者少 可是肖战被黑粉盯了这么久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对他落井下石 哪怕是寒山顺影的人都没有 针对此次事件 许多媒体发表自己的态度 半月谈说 发文为青少年的清朗网络空间而守护 胖台一直在路上 路遥知马令日久见人心 周期经纬说 当你最倒霉的时候 一定要扛住了 别丧气 因为那正是你运气往上升的时候了 要评价一个人 我不能够看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如果你能够通过眼睛去了解一个人 那么就千万不要通过耳朵去了解一个人 在这场不公平的口水战中 肖战的粉丝不敢下场争论 他们害怕自己的一言一行 会给偶像带来负面影响 担心自己随口的一句话 会变成伤害偶像的利刃 所以他们忍辱负重 骂不还口 只能够闷声买大言做公益 绵羊消防公开发文 表达对肖战粉丝公益战的感谢 感谢他们自发组织捐赠 15万只编制袋送往灾区 点点滴滴都是心意 且不说这些捐赠物资 是否能够解决绵羊的艳眉之急 但至少他们在用行动传递着温暖 在向世界表达着善良 一个学生听说学校父亲 有肖战相关的活动 但是因为学校禁止出门 他不敢不听 尽管身边很多同学 都并未将这条禁令放在心上 他害怕自己的行为会被放大 最后变成肖战来买单 尽管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粒尘埃 哪能够真正引起注意呢 但是他不敢冒任何的险 宁愿错过向往已久的活动 诸如此类的事是数不胜数的 为何肖战身边的人不落井下石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粉丝不减反增呢 为什么这些人宁愿在网上被骂 也不还嘴呢 为什么他们甘愿为一个陌生人受这份苦 为什么这么多媒体因为此事而发生呢 因为肖战德不孤必有灵 因为网友要维护自己的三观 因为官方要为青少年 缔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严格来说他们支持的并非肖战 而是支持心中的正义 官方也并非为肖战发声 而是在为我们的青少年发声 这条畸形的产业链不铲除 就算没有肖战也会有理战王战 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善良的网友 是无辜的孩子 每次世界反转看似是回归了真相 其实大大阻害了网友的信任感和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触多了阴谋 阳谋 论 那么以后在网上看到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也会担心这是营销号的一面之词 慢慢的我们不敢发声 不能发声了 与此循环最终受伤害的便是我们自己 仔细想想那些根根诋毁肖战的人 真的恨肖战吗 肖战真的触犯他们的利益了吗 或许大部分人的人本质是善良的 只是这份善良被有心之人利用了 回过头来他们或许会发现 当初自己那一份义愤填膺的热情 不过是别人赚钱的工具罢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